他从一个穷小子翻身逆袭成为拥有百亿资产的富豪 身上不知背负了多少宝妈学生载的血泪 拉锯战一年零三天 一个百亿级传销帝国崩塌在即 顶着明星光环借微商电商打掩护大搞传销 一路疯狂割韭菜的张婷林瑞阳夫妇的迎来了正义执行 他的商业帝国究竟是如何开启 又是如何在一夜间崩塌的 曾经的台湾第一小生穷瑶玉勇男主角的他 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960年5月20号 林瑞阳出生于宜兰县罗东镇 本名林吉荣 他的父亲开了一间杂货铺生意火爆 他从小一事无忧 在懵懂中度过童年 他的父母都是善良淳朴的人 做生意讲本求利 讲个天地良心 林瑞阳五岁那年 他的父亲出于好心 为朋友做担保 没想到那人全款潜逃 他的父亲悲伤拒债 只好卖掉那个店铺 林瑞阳的父母为别人做苦力还债 一片奇风苦雨 笼罩在他的家庭之上 高中毕业后 林瑞阳也干起了苦力 为商家搬运啤酒箱 搬得双手血肉模糊 他个轮船刮过铁锈 碎屑掉进眼睛里 眼睛会肿上几天 蒸都蒸不开 生活苦 苦过黄连水 他不甘心当一辈子的苦力 1987年 他有个朋友 见他长得人高马大 邀请他去自己的公司拍广告 那条广告播出后 十分火爆 林瑞阳开始小有名气 有人请他去拍电视剧 他却不敢贸然行动 他决定从幕后做起 从场记 助理 一直做到助理导演的职位 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他去电视台 毛随自建 签下五年合约 开始演配角 出道没多久 林瑞阳参演了电视剧 《无名小子》 顶替黄仲坤上场 为了抢戏 他表演起来十分夸张 咆哮嘶吼 脸上表情瞬息万变 他独树一致的表演方式 让他获得了琼瑶的赏试 成为了琼瑶剧的运用小声 他很快火了起来 罢瓶黄金档 他演的13部电视剧 就有十部是收视力冠军 当时的林瑞阳 成为台电视圈中 最欢迎的男艺人 有台第一小声之称 对内地的朋友来说 林瑞阳最著名的琼瑶的 四部作品 是《海鸥飞处》 《采云飞》 《雅琪》 《望夫衙》 和《倚怜幽默》 其中影响最大的 就是《倚怜幽默》 当时《红遍海峡两岸》 饰演的高度翩翩的楚莲 林瑞阳也是因为拍戏 认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曾哲珍 她也是琼瑶女郎 曾出演《宛军和雅琪》 是红极一时的美女花旦 1989年 林瑞阳和曾哲珍 步入婚礼的殿堂 婚后生下一儿一女 婚后曾哲珍为了家庭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在外界看来 他们的生活 男帅女美 是圈中的母贩夫妻 但是在婚后长时间的相处下 二人的矛盾逐渐产生 曾哲珍是追求浪漫的小女生 而林瑞阳却是直男一个 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 随着林瑞阳的名气增加 经常和女演员传出绯闻 曾哲珍对自己 越来越没有信心 二人的甜蜜 也随之消磨殆尽 尤其随着林瑞阳 第一次进了张婷后 用自己的话来说 看到她的那一刻 就感觉有一道电流 从头到脚 脑海中闪现出一句话 要出事了 但是林瑞阳当时已是有福之父 可被所谓爱情冲昏 头脑的二人 哪里哭得了那些 1998年 两人街头牵手的照片 被媒体曝光 引起了公众的口诛笔伐 林瑞阳索性和妻子 曾哲珍摊牌 想要离婚 林瑞阳的经纪人 夏于顺苦劝无果后 大骂张婷 张婷就是蜘蛛精 想吃唐僧兽 想把一切责任 都推给张婷 张婷则迫于媒体的压力 召开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声泪俱下 为自己开脱 我不知道她已经结婚了 我只想谈一场 普通的恋爱 你们看不到 我有多努力吗 这场闹剧持续了七年 终于在2005年 尘埃落定 林瑞阳和曾哲珍离婚 张婷如愿上会 但是两个人在台湾 已经名声扫地 基本无戏客拍了 两人因为无戏客拍 为了赚钱 竟然在台湾 开办一个有颜色的网站 为了赚钱 两人可谓是煞费苦心 媒体曾经为张婷 经营这种网站 是否担心影响形象时 张婷不以为然的说 这本来就是很美很浪漫的一个氛围 又不是我自己托 最终投资这种网站很烧钱 再投入了上千万后 以失败而告终 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 臭名还无法远扬到海峡对岸 随着大陆影视剧市场的快速发展 林瑞阳和张婷开始转战内地 张婷进入大陆拍戏后 非常值得开 凭借着在角色双交和跨越时空的爱恋里 古灵精怪的角色一下就火了 此后片约不断拍一部火一部 张婷拍摄穿越时空的爱恋时 认识了徐征 又通过徐征认识了陶红 所以在后来张婷做TST时 便找陶红做合作伙伴 林瑞阳进入内地后 没有再从事演艺事业 而是继续尝试商业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为了爱情放弃了表演事业 而人们都知道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背负着 抚心汉的骂名 林瑞阳还是颇具商业头脑的 他看准了上海浦东大开发的时期 做起了房地产代理行业 依靠着台湾的房地产代理的经验 在28天的时间内 卖光了578套房 挣到了第一桶金 2003年 成立国外瑞阳房地产集团 在自己多年运作下 他的公司已经遍布中国的15个城市 总销售额高达330亿 但是由于经营缺乏经验 房地产代理事业后来丑闻不断 工人讨薪 演技交房的纠纷越来越多 此后他开始尝试股票事业 也遭遇了花铁路 很长一段时间 林瑞阳只能依靠张婷拍戏 挣了钱还债 2006年 林瑞阳与张婷在台结婚 据说林瑞阳在相恋的18年时间里 向张婷求婚11次 但是婚后张婷发现自己患有不孕症 但是为了完成自己做妈妈的梦想 张婷在三年的时间内 做了九次试管婴儿 回忆起那段经历 她说道 你从开始打针到排卵 配队放到肚子里 你期待了20天 你躺在床上20天都不能动 然后一检验没有 你会很伤心很伤心 我做完一次就哭 到这样经历了三年 那个针扎的我全身都是 每天都打 三年要打1000多针吧 到了第九次 我好不容易怀孕了 因为胎尾不正要卧床 到了八个月的时候 没办法走就像中风一样 有时候我在家里是用爬的 在2009年5月 张婷顺利怀孕生下女儿 在三年后 用试管的方法生下儿子 从此儿女双全 2013年 凭借微商的兴起 两人瞄准了女性护肤行业 创办了Ting Secret品牌 简称TST 翻译过来就是婷的秘密 做女性护肤品 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出产品效果好 保养得到的张婷 开始自己作戴一人 而林瑞阳为了和张婷站在一起时 能更好地显示出张婷的青春亮丽 把自己搞成一副老太隆中的样子 并吹嘘自己 为了留住爱惜张婷的青春美丽 远赴法国研究助岩树 提取了教母君 这才有TST这个品牌 张婷又请了娱乐圈 一众明星朋友帮忙做宣传 桃红和徐珍 林志玲 赵薇 李小璐等 都为TST做过宣传 名气一下子传开了 大批粉丝蜂拥购买 一众小微商也疯狂加入 TST彻底火了 TST大卖后 林瑞阳和张婷 用高反点的代理模式 很快赚的盆满钵满 购置了大量豪宅 两人把代理商亲切的叫家人 姐妹 而他俩则是家人们的大哥大姐 在各种节日 邀请家人们参加聚会 然后在聚会狂欢之时 再向家人们推销产品 活动的地点要么选在海南包个岛 或者选择一艘豪华游艇 总之怎么豪气怎么来 而活动现场被拍成宣传片 发到网上 让更多的人相信 TST前景一片大好 想要加入TST 最高峰时 TST对外宣称 有118万人会公司打工 每个月公司发出的工资 高达3亿 两个人频频在媒体上 筛自己的豪宅 高调的用财务自由 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TST 或许更多的代理反点 2018年 TST迎来了高光时刻 上榜上海星浦区 纳税百祥企业名单 此时的林瑞阳花心不改 与某女演员实施相扣 林瑞阳让员工跪领八宝州 2021年 林瑞阳旗下一名女员工 晒出下跪领州的视频 她的配文说 在公司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拉巴节 亲自我们乘上一晚 暖暖的八宝州 林瑞阳就差把三师脑神丹 拍到她脑门子上去了 就在TST高调宣传的同时 丑闻也在不断曝光 出于对明星的信任 越来越多的女孩选择TST 但有很多人使用过产品后 开始出现皮肤过敏 甚至溃烂 有更严重的出现流浓 皮肤开裂 流血的现象 疼得无法入睡 有的几乎毁容 不敢出门 工作也丢了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2021年4月 有人向石家庄市玉华区市场接管区 举报 TST涉嫌传销 成功立案 7月开始 TST公司及林瑞阳 张廷个人 陆续被冻结了 攒点7亿元 96套房产 TST被正式定性为传销 帝国他房 可张廷坚持发布声明 称公司需要寻求法律保护 想要将之前冻结的财产要回来 可是传销事实清楚 TST在大陆 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了 于是林瑞阳张廷索性转战东南亚 2022年8月 林瑞阳出现在马来西亚 进行产品宣传巡演 现场他激情高昂的说 我复活了 并对现场人说 下次见面 希望你们每个人带100个人 你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 一年挣13亿 因为你们只在马来西亚 在这里大哥跟你们说 我错了 我要把我的心放在东盟 我要更加的爱你们 不得不感慨 林瑞阳太知道 怎么用自己的穷摇三温暖手段 古国人心了 虽然两人现在坐实了传销的罪名 还得掏钱缴纳违规罚款 但回看这拔地而起的商业帝国 竟然是有两位演技精湛的 影帝影后打造 不免觉得讽刺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他是否会后悔 抛弃自己的前任妻子 学生情人 曾哲珍 如果他不是那么贪婪 好好打磨演技 认真拍戏手下过日子 又哪会有今天这场 大杀青岛的闹剧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下期节目